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说 十年以内 你们以后就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 当我需要打电话的时候 以后 当我需要查东西的时候 我只需要找个桌子拍一拍 它就变成了一个终端 我需要办什么 直接就操作了一个终端 听起来是不像科幻片 但是我说 因为云计算的出现 这个东西完全已经可以实现了 我们说实话 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 唯一问题是 可能成本现在还比较高 但是我说 这就是云计算的我们家的概念 反而这 只能有任何问题 只是一个方便 我说 它一定会改变你们以后 经过所有的生活 听懂吗 但是 说白了它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灵律三中的一个虚拟化技术 啊 能听吗 所以我说什么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需要学的东西只是什么 我把虚拟化软件的时候 能够搭建到灵律三中 能够实现 把这个虚拟化模拟搭建计算机 然后呢 把虚拟化软件组装成 把几台计算机组装成 把几台计算机组装成一台大的虚拟机 然后能够从里面切封信了 是不是就足够了 听懂吗 所以说实话 其实一开始的技术并不难 当然你要说实话 你要真的要运用成亚计云量的情况 你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但是 我说 对你们初始工作来讲 这些东西就是足够 OK 我还是这句话 我们要学的Linux技术是非常繁杂 我们要讲的常规服务就将近三十 我根本不知道 你以后会用哪一个服务在工作当中通用 哪一个会不用 那所以我要干嘛 能讲的是不是就要全家 那带来的后果是 好处 所有常规东西你说都出现 确定 你如果以后真的是用某几个东西 要非常非常深入的设计讨 我们是讲的东西 不一定是足够的深 不足够的难 但是我说 所有的培训机构都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不可能说 我就培训这一个服务 明白了 能听吗 所以我再说 我说什么 我们讲的东西 足够我们的今后三年的课程 足够我们的今后三年工作里面 所需要的知识点 足够 OK 你们现在还不用考虑 三年以后怎么办 那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对唐燕 有一定的了解 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我的发展方向 你要再想深入钻研其他的东西 那完全就可以自选了 不用再包包了 OK 但是靠目前来讲 我们讲的东西 肯定要照顾我们的那儿更过 还有我们说 这些是已经毕业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所有的学员是找工作的说 他的不管是笔试面试 问到的所有的认识 都没有超出我们的课程体系包含的力 全都是讲过 听懂了 指示的问题是 你是不是还记得 这才是关键点 而不是你是不是学我 听懂了 好了 各位 这是我们说的 您就算 做个简单介绍 当然我们电话的时候 还要做一个更加详细的说明 其实 您就算说到这儿 我相信你大概 应该知道虚拟话是什么 OK 有问题 那说明什么 这是什么 课程核心吧 OK 还有呢 我们是不是还要学习一点数据库的东西 各位 详细库这个东西比较讨厌 它相当于一个辅助的这样一个工具 和软件 那么不论你是什么专业 编程的 运维的 网络工程师 数据库对我们来讲都是必学 只是侧重点可能不太一样 侧重点 学编程的学数据库 他们主要的这个 学习的方向可能是什么 数据库的使用 假许来说 增加 增加数据 然后呢 做语法优化 让我们查询效率更高 OK 做一些数据的优化 那咱们呢 可能要做的是什么 数据的备份 安全维护 然后呢 也要考虑一定的优化 我们是从架构上来考虑它的优化 就像我说的 是不是要搭主从啊 是不是要搭这个负载轴啊 等等 听懂吧 但是 都要学 只是 侧重方向不一样 有人 咱们有咨询学员曾经问 说老师 我们为什么讲买思考 我们为什么不讲Arric 我们实话实说 Arricor的性能确实是不是要比买思考强大 没问题 但是我说 为什么讲Arricor 啊 不 为什么讲买思考 最大的人 它是我们全球占比最大的数据会 也就是说 我还是这句话 什么东西用得多 我是不是讲是吧 啊 我肯定不会挑一个小动作用这个来想 OK 那 买思考为什么占比大 其实我说 它的性能 其实跟Arricor比 其实有差距 那为什么它的占比呢 对 最根本的原因 免费的 而且 它是我们Linux平台自带的 或者说 跟我们Linux平台配合更好 因为Linux呢 普及 导致了什么 买思考也非常好 所以我们讲这个 OK 但是我说实话 我之前就说过 这个SQL是什么意思 结果化查询语句 什么意思 说明我们所有的结果化数据工 关系型数据工 不管是MySQL Oracle 还是SQL 它的基本语句都是一样的 你学什么它都行 能知道 区别可能是在这个软件 但是用法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 我们跳MySQL 是没有任何能力 OK 我们学这个 听懂吧 有问题 当然 这个东西的顺序 可能不一定放在这 我们有可能是等Linux 讲完之后 回过头再讲它 因为MySQL 其实一开始 你如果对Linux 一点都不了解 学MySQL 你完全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我们还是要等 Linux的集群讲完 回过头再讲它 因为可能还涉及到 MySQL集群 听懂吧 有问题 可以了吗 可以了 那最后呢 我们会学一些安全技术 但是我们说 在第一期课的时间来看 在第一期课的时间来看 我们这个时间 会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导致 导致 这个家伙好像没有太大的时间去降 那我们说 虽然我不会 不一定能把它全讲完 但是我们说 我们常见的 所有的防护措施 我们都要讲 防护 攻击 其实一开始设计可能体系的时候 是加了一些攻击手段集群 其实 其实主要的目的 还是为了 提示你们的学习兴趣 因为绝大多数人 是不是都还是想 尝试尝试 怎么攻击这些人 但是 后来说 时间允许的话 我们讲 时间不允许 主要的内容提供在这儿 OK 防护措施 你们以后每个人都要用 OK 这是核心内容 然后呢 好 诸心检测 需要去 还有一个就是 防护 也就是说我们的重点还是防护 听懂吧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这些东西就不一定讲了 听懂吧 重点是防护 好了 最后呢 我们会做这样一个项目 但是我们实话实说 第一期这个项目没有做 原因很简单 其实第一个这个项目就是一个福气项目 相当于把我之前所学的所有东西的时候集中重新实现一遍 但是他们后来觉得什么 他们之前的东西学的还不错 他觉得没必要 后来就没做 然后他们就直接工作 现在看问题不大 那我们看时间允许的话尽量做一下 好吧 尽量做 好 有问题 好 做一下科论体系介绍 那我们说吧 核心重点在哪 对 对 是不是在这儿第二个基论 好啊 走 嗯 其他呢 就不说了吧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些啊 这是我们详细科论体系 我说 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是严格按照这个科论体系再走 我们每一天都在详细的都在这个讲 后来发现什么 前面用不了这么多时间 这块时间不够 OK 所以我说 前面我们 只要你们能听懂 只要没问题 我们就压缩一些 把时间捅出来 我们后面稍微充裕 好吧 但是整体时间不变 我们是17周 17周课程 OK 今天是第一天 那你说什么 之前的都算 OK 今天第一天 17周课程 你懂了 好 有没有问题 好的 一开始给你们做的时候 我还做了一下行业的展望 就是说 你们以后能干什么工作 是吧 那今天简单说说吧 还是 我说你们能干嘛 以后 嗯 以后呢 发展好笑 那我们说 能干嘛 其实我说 最最最最最的行动工作就是 王管完成 你们以后将就不要干这个 人家 人家很简单 怎么区分你 是不是王管还是计划工程师 区分很容易 是吧 没有 你能不能接触到外套风险 如果你只是 就像咱们学校这样 接触的时候 虽然都是个人电脑 给大家什么装装系统配的吧 啊 虽然一说 也管理了好几千产电脑 但是 那是个人电脑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能听到我能说什么 那你们首先一定要能接触到外套服务 这是核心 绝不能做内套王管 听懂吗 你们是 你们要是只想做王管 OK 第一阶段学完就够了 后面什么都不用 听懂吗 第一阶段学完就够了 所以说 能干 但是别干 我们还能做什么 售钱 售钱我说过 就是销售 我说 不要看不起售钱 售钱挣的钱 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可能多 把我们所有人加起来都浪费 我们挣的 在紧急公司的售钱 我认识了 我的一个好哥们 他现在是在联想 原先是在什么 他就是做售户 他是做售户 他是做售户 然后他就跟我说 看那个售钱挣的钱呀 就是眼头 真是眼缠 但是你比不了 我说售钱要干什么 第一是不得不要脸 第二呢 要坚持不要脸 第三呢 依然要不要脸 才能干售钱 这东西真不是一般能干 反正我是 我原先反正尝试过去做一下销售 这真不行 真不行 反正真是好工作 如果你们以后有人能干这个方向 记得回来照顾照顾超哥 那还有呢就是 各位 收户这个活 我给你们讲 有非常激烦的 比如说 联想的一些 面对个人眼脑的客户 也就是说 我买了笔记本 出了问题 是吧 跟你打电话 然后呢 先骂你一顿 然后呢再说 是不是 挺受气的 而且不挣钱 刘川原先就干这个 他就联想之前干这个 这个事我说实话 不是那么好话 但是 售户还有另外一种 叫做 售户服务器实施 或者售户服务器知识 也就是说 他不是给联想做 储同客户之事 当然是什么 做八人过 诶 我是神州数码 我是有技术 有风气 有架构 有人员 你外地的公司 或者小公司 你做不了这个东西 但是你又想要 怎么办 花钱 我给你派人 我来帮你做 能听咯 然后做文顾 做售户全部来做 这种工作非常好 我之前的哥们就是干这个人 那 问题的问题就是 他需要到处出差 就看你怎么想 有些人挺喜欢出差的 是吧 有些人挺喜欢出差的 出差以后 还能对人家接见接见 然后见识一下社会一样的面 是吧 那我不知道 反正我回去了 但是这个东西我说挺好的 挺好的 OK 那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你们以后 最主要的工作都是什么 约维 在约维事实上 其实可以衍生出来很多 比如说之前的我的工程师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是 营聚算工程师 系统支持工程师 等等等等 其实说白了 都是约维工作室 OK 那这是你们绝大多数的 以后要面临的工作 干嘛 干嘛 这种下意义 哎 我们用这么多的网站 搞这么多的游戏 它尽忠是不是 还是要放在Linux服务器上 那这么多的Linux服务器 是不是 咱有专业人员 是不是来做维护和管理啊 啊 网站开发人员是做不了的 听懂吗 那这就是你们以后 这种主要是能造成的 OK 其实我说了 Linux服务器上跑 什么都无所谓 现在是不是跑PP PP很火 没错了 保护秦 3年5年之后PP去淘汰 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真已经有了 已经能感觉到 现在PP已经发展到顶峰了 已经到顶峰了 好 什么东西都是什么 盛极必衰 是吧 一定的 它现在已经 虽然现在在顶峰啊 现在真的是顶峰 但是 张涛那段时间就给我说 哎呀 万一以后PP真的淘汰了 我们以后学点别的 那还是挺浓郁的 因为我们都是做电厂 说明什么 这已经感受到压力了 我再说 我们做培训的东西 对这东西非常应该 非常应该 已经在目击地方 但是我说 不管以后跑的是什么 是PP 还是其他的什么 其他的眼 对不对 它尊重是不是都是要放在服务器上 那么 现在我说 目前能看到的主流服务器 要不然是Linux 要不然就是 UNIX Windows基本都没有 别瞎 要不然就是 UNIX UNIX是不是太贵了 而且问题不在 对我们来讲 因为UNIX和Linux的操作 基本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你真的学会了Linux 让你去学了UNIX 也很快就能上手 OK 但是绝大多数的 还是谁 Linux 所以我说 你们学的这个东西 最少还能再吃二十年的饭 没问题 再吃二十年的饭 好 这也是为什么我当时 我死也没有选变成方向 我最后死要干六倍方向的根本也没有 我是啥 我是非常懒的人 要不是逼着我 我绝不学习 比如说 要不是要上课 我绝不被扛 我是非常懒的人 你要屁股后面 没点事 没点事逼我 我绝不懂 我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我说干编程这事 我真不行 好了 当然现在还能演出出来一些别的 比如说安全 安全无论实验等等 那其实我说 最主要的还是什么 最主要的是什么 安全无论实验 安全无论实验是非常考验经验的 一般来说 刚毕业的学校 很难成立 OK 那最终的 我们的最终端职位 就是什么 系统架构师了 其实我说 网站编程和运媒 它最终的职业都是架构师 那么 其实架构师 从运媒专件转过去了 有更多 因为设计架构 你想 设计一个千万级 或者亿万级访问架构 密集的架构 它是不是要对底层 Linux或者服务器 对参加修了解更深 或者说极其形同 听懂了 它只需要对网站 把握大体原则 网站的代码是 要绑问 掌握大体原则就行了 它不一定对 它因为不需要自己 再去写上去 听懂吗 所以 从运媒工程师 转成架构师的 要远比 从变迟工程师 转过去要多 但是 我说 如果你们打算 转架构师 以后要做 OK 那么 主流的常规语言 是要深入学习的 OK 最起码 你这样想转架构师 你的PP 或者说类似的 比如语言水平 最起码 要能达到一个 正规学校 就像兄弟弟毕业的学联 工作三天以后的水平 才有课 听懂吗 但是 你需要对系统架构师 也需要什么 最第一个是 对它了解 也需要什么 像找个这样的 正规的培训机构 然后从头到尾 培训完之后 工作五年以后 才有考虑 听懂吗 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 相对来说高端的职业